微信十年,我和微信的故事 微信已满十岁,我和他的故事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我个人作为普通用户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从一二年开始使用微信 一三年开始发朋友圈,记录生活点滴 这么多年来,我每到年初就把上一年的微信朋友圈编辑成册 印制成微信时光书,作为给自己和家人的新年礼物 每每翻阅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我和微信的第二段故事,是我回到了互乡广州 14年作为广州邮政移动互联事业部总监 带领团队与总部同在广州的腾讯微信团队深复合作 我们做的微游桶公众号,当时叫服务号 成为了第一次微信公开课的优秀案例 也被微信评为2014年度五大创新案例之一 我们微游桶公众号的发布会应该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在微信总部举办发布会的公众号 我们团队给微信定制的微信logo油桶成为了微信总部的名片 你看,洛杉矶市长访问微信总部时 也在我们微游桶前面合影了 微游桶的邮政编码也是我们给微信定制的 你知道微信总部邮编里面的433代表什么吗 它纪念着微信用户数在上线第433天突破云役 我和微信的第三段故事是在我举家搬回加拿大之后 在去年也就是20年3月,我开通了微信视频号 但由于当时我主要做的是YouTube上的长视频 所以没有怎么发短视频 直到微信视频号开通了长视频 我才开始在视频号上发过内容 主要是亲子教育,加拿大生活,旅游资讯等方面的内容 我刚刚发现,我们频道的slogan跟微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微信的是,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 我们的是,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 希望如张小龙在微信十周年公开课上说的 期待下一个十年,微信视频号更加精彩 小水滴,这是生活无限精彩